IBM成立于1911年 至今已经107年了 百年的IBM依旧持续地在创新 我们致力于推动台湾产业升级 协助各个产业实现数位转型 透过AI提供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分析的资讯 让他们可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做到更好 为了培养台湾的资料 科学家 台湾IBM首度与大学的学者们 共同设计资料科学的课程 更在全球各地与一千多所的学校 合作开设海量资料的分析课程 持续培育技术以及决策能力的人才 IBM就是第五次参加ATCC的竞赛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 能够共创更好的将来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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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